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释放 我们就有马上开一个直播 然后后来这些部长 这些政治人物就赖访法庭 叫大家尊重法庭 法庭判的被打脸 被各种律师 律师公会骂 被ambiga骂 被C4 C4就是一个组织要求反贪污 马来西亚很著名的一个组织 反贪污的组织 骂他们之后 他们就转 从讲这个是法庭宣判的 跟慕尤丁案件一样 跟以前的案件一样 都是法庭宣判 所以尊重法庭 不要骂法庭 不管我们的事 到后来就赖总检察长 赖前总检察长 所以赖了前总检察长之后 现在又有新的发展 就是新总检察长也出来讲话了 而且他列出了11个理由 这11个理由就跟前总检察长已经退休的 总检察长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这11个理由 我在之前的直播 已经清楚完整的讲解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会进入 大家可以看回去之前的直播 还有很多独有的疑问 为什么 像首相安华讲的 首相安华在星期五祈祷的时候 他又讲 如果我有刮杀 我这么这样笨 我要选在这个时间点 柔佛州两个州选之前来释放 我有刮杀 我迟一点放 这一个也是在星期五的直播完整的讲的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其实恰恰是这个时间点 证明了有干预 有干涉 大家可以看回去 而且安华讲的跟尼克敏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尼克敏去站台 他所讲的东西是 What我们 前总检察长 What我们 他故意的黑狗偷吃白狗挡灾 他真的是这样子讲 就是总检察长故意放来害我们 要让人民骂我们 但安华并没有这样子讲 安华只是讲 如果我有刮射我会延后 他没有讲 我有刮射我会拒绝 我会不让他这样子做 他只是说会延后 所以安华是同意这个决定的 只是时间点不对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那这些之前我们都讲过了 我这里不重复 没有看过的独有可以看回去 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要针对那些赖前总检察长的人 我之前就讲过 这是完全错误 完全说不过去的 如果这样子的说法 你赖总检察长 政府控制不了总检察长 这是总检察长的决定 总检察长不管我们的事 那这其实是天大的谎言 指着你的鼻子在说谎 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 这样那集是清白的 因为Apply在做前总检察长 在做总检察长的时候 多次公开 而且向全世界讲 那集是没有牵涉到1MDD案件的 那集是清白的 在法庭上他也这么讲 这么当时你骂那集 如果你现在讲首相 政府是不能干预总检察长 干预不到的 他是独立的 这样你那时请你道歉 当时有抨击那集 有抨击Apply的 全部出来道歉 证明你们在说谎 所以不要双重标准 我们骂那集去干预 现在也同样是干预 这种政治提供 这种大事情 你跟我说政府没有干预 这是天方夜谈 就像安华基监案 以前的案件 滥权案 一直说是政治检控 他们在说的也是老马在操纵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这种 毫无逻辑 而且不符合我国政治现况的 不是现况 是一直以来情况的说法 那之前老马也不是发动茅草行动的人 老马也说不是他发动的 茅草行动是总检察长要发动 因为看到局势要控制不下去的 司法危机 格除大法官 也不是老马搞的 所以你们骂老马干嘛 老马也讲不关他的事 是最高元首要的 因为是最高元首签的 不管我的事情 所以不要双重标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对错 不会因为你支持的对象而改变 不要遮着眼睛说瞎话 这个是最不应当的事情 是非黑白 对错这个底线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谨守这个底线 那你这个人是没有人格的 你这个党是没有党格的 做什么事都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底线 那回到新总检察长 他怎样打脸部长 就是尼克敏所讲 还有那些人去赖前总检察长的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破产的 现在新总检察长也直接跟你讲 我们是暂停 我们没有撤销 我们是暂停 他用这样子讲 我们要继续调查 其实这个所谓的继续调查 就是前总检察长 或者是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前总检察长决定 还是现任总检察长决定 前总检察长决定 是安华跟尼克敏讲的 我们就当他讲的是真的 前总检察长的理由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个新总检察长 他现在这样子 confirm之前总检察长的决定 那这些讲是前总检察长错的人 是不是被新总检察长打脸了 被他打脸了嘛 你想要推卸责任 他讲没有 我还是一样的 所以你之前推给前总检察长 你是讲他是慕尤丁委任的 首先这个就站不住脚 慕尤丁委任的 这个 伊隆斯哈润 在3月 2023年3月就已经到期了 2023年3月之后 伊隆斯哈润这个总检察长 是安华委任的 安华extend了他的合同 跟他签了他的新合同 所以本身这一个说法就破产 就站不住脚 而且之前伊隆斯哈润去告慕尤丁 这些人是讲 哇 做得很好 你做了对的事情 你是有道德的 你真的是照案件来查的 为什么突然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变成慕尤丁的走狗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特里鲁丁 也就是新的总检察长 也给出一模一样的理由 那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所以这个就是总检察署的方向 这个总检察署就是under政府的 在首相署之下的 所以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所以讲到这里 我昨天就写了一个贴文 我写了一个贴文 我要称赞 我另一位学长 陈宏谦 沙巴的 还有张建仁 沙老月的 至少他们讲了真话 陈宏谦讲什么 他讲我们放杀戏 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 他只讲放那个人 我们放那个人 是因为我们人数不够 他的意思是 我们赢不多 我们要跟他合作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要跟他合作 我们要放他 陈宏谦直接这样讲 张建仁也是 张建仁就是沙老月的 两个 一个是沙巴最大的行动党 最资深的领袖 另外一个是沙老月 最资深的领袖 都是东马 恰巧东马的讲了实话 张建仁讲什么 他讲我们就是为了政府稳定 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有预计到 这一天的来临 虽然这个话很难听 就是你为了权力 你 汤章王法 你明明知道 杀戏错的 控告杀戏是对的 给他坐牢是对的 可是你为了权力 为了当官 为了政治稳定 为了安华做首相 为了联合政府 可以继续执政 你放掉杀戏 他们承认了这一点 很难听 真的很难听 不过至少他敢讲实话 没有一直twist 没有一直转 没有一直spin 不像其他的行动党 一直在spin 到陆造福最后 陆造福他这个position 其实在你不能解释的时候 也是比较smart 比较聪明的方法 就是我不谈了 你不要问我 你问我我不回答你 我们谈其他东西 谈我部门的东西 谈经济 杀戏案件不要谈了 这个也是很smart的方法 至少你不要讲骗话 你没有讲骗话 你不要一直转 不要一直为Zahid 投资摸分 为这个错误的行为 来找借口 因为这个东西是错的 你必然要用一个 错的方式来掩盖它 你其实就是补动挖洞 补动盖洞 补动盖洞 必然的这个洞 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一直在补动挖洞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必须公开来讲 所以Zahid这个case 大家必须要记得 底下我们讲到 这个柔佛双补选 其实最震撼 最影响双补选成绩的事情 就是Zahid案件 我们现在先讲 这个最新的发展 总检察所讲的话 所以第一 他明明确确打脸了部长 打脸了安华 想要赖给总检察长 第二 这个本来就是政府的 这个方向 政府的方针 要这样子做 就像安华所说的 我最多是推迟而已 但是推迟这一个逻辑 也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时间点 因为Zahid的 自变环节 他的变方环节 已经要完了 只剩下10多 只剩下20个证人 预计大概2-3个月 就会完了 Zahid不能等 下一次补选 还会再来 所以赵安华的说法 是never ending的 你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这是为什么 这是最好的时间 当然还有两任 总检察长转换了 那除了这第二点之外 两任总检察长的转换 他中间有一个空白期 而这个空白期 就是可以让他们推卸责任 所以这个是perfect timing 这是星期五 我跟大家讲的 那除了这个 我们还要讲第三点 总检察长 讲这个是暂停 并不是撤销 很多喜地人 就拿这个来讲 你看 总检察长都讲了吗 只是暂停罢了 暂停就是之后 还会控告的 你们骂什么骂 其实总检察长 这样子讲 还有其他喜地人 其他政治人 这样子讲 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 因为这个案件 已经传造了99个证人 控方有99个证人 已经传造 然后表面最成立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 辩方环节 Zahid已经自变 Zahid自变就用去17天 Zahid自变了17天之后 他说有预计 40个辩方的证人 40个里面 他已经叫了15个 现在要进入第16个的时间 总检察署突然撤回 这个控状 那我问你 如果总检察署没有撤回 总检察署可以暂停 法官是不会给他暂停 法官已经fix好时间 我多少天要听Zahid的Case 几时我会给判决 法庭是很忙的 有上个法庭都知道 每天会有很多案件要临审 所以如果总检察署没有撤回 这个案件必然会走下去 你要暂停的唯一方法 就是总检察署撤回控状 然后DNA 可是总检察署撤回控状 法官不一定判DNA 法官可以判 Acquitter Acquitter就不是暂停了 所以总检察署说 他的意愿是暂停 而不是撤回 而不是放过Zahid 这个很明显是不序 因为当你一申请 求不在你手上 求在 法官的手上 还好这个法官判了DNA 释放不代表无罪 没有判他无罪释放 可是林冠英的案件 是判了无罪释放 当时的总检察署 也是判DNA 也是要求DNA 我撤回控状DNA 可是法庭 基于你们 还没有完成你们的责任 这样子你撤回 被告被林冠英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直接判无罪释放 这是为什么林冠英 现在不会被 洋房案件 买便宜的洋房案件 给困扰的原因 他不会被告上法庭了 所以你说 你只是为了暂停 这个是错误的 他是在骗你 撤销就是撤销 事实上 这个控状也已经撤回了 你以后会不会再控告他 首先第一点 要看法庭给不给你DNA 所以求不在你手上 你怎样讲 我们本来就是要这个 现在Zahid也在上诉 如果Zahid上诉成功 拿到acquitter 就是无罪释放 你也不能再控告他 所以第一点 根本不由你操控 所以你讲我只是要暂停 这就已经是骗人了 第二点 现在法官DNA了 你确实是暂停 可是暂停几久 暂停10年 20年 有处理刑事案件 绝大多数DNA的case 都是不了了之 这个我之前讲过N次了 所以你暂停 要暂停几久 你要交给警方 要交给反贪委会调查 要调查几久 你总检查署 自己是不调查 你是下order 叫别人调查 所以你把它说成是一个暂停 我们必然会再提控他 这很明显也是谎话 第二重的谎话 因为会不会告他 要不要告他 是基于他的报告 他的报告会不会有证据 会不会叫你告 就算那个报告有叫你告 你会不会做出告他的决定 未来都是不清楚的 你都还没有看到那个报告 你怎样跟我们讲 现在是暂停 所以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 撤回就是撤回 现在的事实是 在法庭已经没有控状 来控告Zahid的 Zahid现在是无案一身轻 所有87条控状 他都摆脱了 他是最多控状的政治人物 他都已经摆脱了 所以不要被这些文字游戏 不要被这些一直在转 一直在讲骗话来 忽悠你来骗你来带风向的人 骗了 这个事情绝对不要忘记 我问大家 移民厅的案件 还有人在提起吗 没有人提起了 华校拨款 还有人在提起吗 没有人在提起了 除了我 我就是要大家不要忘记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给他这样子不了了之 LCS三件丑闻 滨海三件丑闻 还有人提起吗 政府一元买下来了 本来要做六收 你给了他更多的钱 结果只叫他做五收 他做的东西少了 他吃了钱了 没有人受对付 然后他还少拿东西给你 所以你变相在犒赏这些 做错事的人 就像Zahid 表面最成立可以做副首相 然后可以这样子安证 无忧 确认马来西亚 这个是张建仁自己讲 马来西亚不应该是你做官 你杀人放火都不会被告的 去年十月张建仁讲 所以不要不了了之 不要做善望的人民 要跟政治人物算账 我们跟他算账 是因为他要对我们负责 他不是对他的党负责 不是对他的口袋负责 他是对你我负责 第一是我们投票给他上去 第二他的薪水 是我们给他的 这一点 希望大家铭记于心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变成他们的抬教人 做权力的抬教人 他剥削你 你还在帮他算钱 就像有一句话是 你被骗子骗了 你还帮骗子算钱 还感激他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案件一有发展 我就跟大家讲个原因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像演唱会搬迁的 当时的副首长 绕过根本不是他掌管的部门 绕过直接下令取消 下令市长来取消 关你屁事啊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取消 然后这个演唱会 我去看了他买票的 他已经换去巴图卡湾了 所以应该已经 成功申请过permit 去巴图卡湾了 他本来要在那边 票已经卖了一半 你现在叫他换去 四五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公平 谁还敢来办演唱会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娱乐税 KL的娱乐税 这些你看 全部都不了了之了 增加25% 对这些表演的娱乐税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 一个善望的人民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这个讲题讲了蛮长 等一下第二个讲题 我就简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